三明区鼎泰里面积范围广大 其中最令里长骄傲的 就是洋溢欧视风情的河堤社区 里长张其雄就是当初规划的推手之一 走过十个年头 里长期待未来能够融合更多音乐艺术在其中 还有更多关于鼎泰里的点点滴滴 都在11月2号晚间9点准时播出的 《公立河梨仔》 欧视路灯音乐名人大楼 河堤社区处处养溢欧洲一国风情 如此优质居住环境 难怪一直是许多高雄人的住房首选 而三明区鼎泰里长张吉雄 就是当初参与社区河堤规划的其中一人 我也参与在里面 后来我们就是持续这样的规划一直走下来 这个好是因为大家后来共同的努力 河堤社区的美是因为有这些建设公司 他们有这概念就是把公共空间规划 示出来在让整个社区感觉是在公园里面 出国走访接近欧洲社区建设规划 张吉雄里长表示 他期待河堤社区不止像是公园里的住宅区 还要有艺术音乐融合其中 要让来到的民众也能陶冶性情 感染艺文带来的独特雅致 说让这个整个人形步道区有增涉休闲仪 并且我们希望在上面有音响 可以让社区享受到各个时段不同的音乐 融入在一个音乐的气氛里面 并且店家的招牌 我们也希望就是要改成比较欧式的 三民区鼎泰里除了拥有令人呈现的优美社区 不能不提到的就是绿树面积广大的河堤公园 不论休闲散步或社团活动 河堤公园都是周遭居民的好去处 因此里长也期盼到访公园的民众能多加爱护 发挥自律功德 共同营造绿色永续幸福社区 还有更多关于鼎泰里的精彩内容 都在11月2号晚间9点准时播出的公立猴力灾 港督新闻李嘉隆博少军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